我觉得二十大是一个为未来指明方向的一个重要会议 未来的发展当然取决于现在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之下 那这样一个二十大的决策显得尤为的重要且有意义 这是全党全国人民最关心的政治生活中的大喜事 未来发展的也是有很好的一个向导吧 在现在这个世界的分离变化莫测的情况下 二十大是中国共产党换届选举 对将来的政策发展应该是有很重大的变化 台湾问题 看看有没有针对台湾问题的更新的解决政策 我比较关心的是咱们国家的教育方面 因为这直接影响着下一代对祖国的建设和发展 经济方面吧 然后希望国家有新的经济政策能够出来 然后让大家这个能够有一个更良好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循环 然后大家生活共同富裕 就业的这个问题 异性政策年其实包括这个在校面临的这个毕业生的学生其实也比较多 女性的就是就业平等 像我这个年龄的话 大家可能都结婚 到外外都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职场空档期 那他们之后职业发展是否会顺利 然后谁来关注这个问题 双减 进步优化 让孩子更加有创造力的这个发展 最关心应该是房价吧 我觉得房价的话对于我们来说 现在还是比较过高吧 因为我们家以前那边是产煤区 所以说呢整体上环境非常的恶劣 现在的话因为政府不是采取了各种的政策 就帮助农村里面的人去建新的住房嘛 还有改善周边的这个环境什么的 所以整体上生态我就觉得变得会更好的一些 生活上是交通更加便利 然后高铁呀地铁什么的都出行特别方便 另外一个就是支付特别便捷 之前然后我们可能包括这个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电子设备 包括一些比较高性的一些技术 比如说是VR AR等等的话 在那个时候其实都是一种偏demo然后偏想象的 但是说到这里以后 其实都已经逐渐是变成了一个现实了 说实话以前从农村到大城市来打拼嘛 其实还是面临的一些阻力和一些门槛 然后反正就是关于就业 其实过去几年的话给大家提供了一些便利和一些优惠政策 就是住房这一块 希望就是国家能出台一些政策 去扶持我们这些年轻人 去解决一些就是住房的问题 其实是希望着国家能一些对科技这方面的一些助力和能有一些 给我们一些创业上面能提供一些可能性 这个医保能全国各地通用了就好了 我们就更满足了 在中国其实也会涉及到比较多的一些偏 比如说老龄化比较严重呀 比如说一些其他的PN社保等等方面的问题 希望在这块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预案和讨论的一些方案吧 反腐也是中国共产党一个永恒的话题 我觉得这个东西只会不断深入 包括以后中国科技技术手段来反腐 力度应该还不会降 反腐这个对中国共产党支撑建设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